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英華威齁在2004年的時候 它就是已經第一次環評 已經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 風機跟風機的位置的安全距離 他已經就是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為什麼現在已經2013年 我們願理的 我們願理這個案子 環保署它始終 沒有把英華威他們環評書上 承諾的安全距離 他們嚴重的失職 一直沒有去把它 做到好的一個監督的責任 以至於已經 一定10年了 英華威這間公司 在危害整個 我們台灣的那個沿岸的地區 尤其是我們願理這一塊 他在他的環評書裡面承諾 風機跟風機的距離 以我們這個 願理這邊的例子是 風輪的直徑是70公尺來講的話 風機與風機的距離 要至少要有 3D、5D 就是210公尺到350公尺的距離 210公尺是並排的 350公尺是順著風向走 要350公尺 為什麼順著風向走 要350公尺 因為這幾年來 全世界風機、破壞、爆炸、燃燒的案子 不斷地發生 這個破壞、爆炸、燃燒的事情 它的碎片飛的距離 到目前所看到的 有遠達500公尺到800公尺的距離 甚至有整台風 整個風輪 沒有解散喔 整個風輪像雪堤子一樣 直接就飛出來 就飛了300、400公尺遠 這樣的一個危險的東西 在我們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官署 到今年我們提出安全距離這件事 之前 完全沒有人理會這件事 這個5月9號大延案 就是桃園大延這個案子 也很清楚這兩天前的一個 自由時報的一個報導 也很清楚的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在談的 這一個安全距離的部分 其實環評他們的審查會議上 他們已經把他駁回 可是為什麼針對院底這個案子 環保署他始終沒有硬起來 沒有給我們一個 給我們鄉親一個合理的交代 案在環評書上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距離建物要有較遠的距離 這個話非常清楚 距離建物較遠的距離 當然是比 把風機跟風機之間的距離更遠 環保署連這個都不敢去決定 都不敢去裁罰 所謂的較遠距離 我們只不過是要你環保署去承認 風機到房屋的距離 必須要大於210公尺 順向的時候必須 順向風機的時候必須大於350公尺 我跟各位再報告一下 北美澳大利亞 那個歐洲地區 他的到房子的安全距離 99%所訂出來的規範 都大於500公尺 現在風車已經不再是院裡 我們自己苗栗的問題了 到底這種能源政策 我們不反對綠色跟再生能源的發展 可是為什麼這種多層建設 卻要建立在我們偏鄉沿海 院裡的這個小鎮呢 讓我們的鄉親 跟我們的所飼養的租資跟機資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過程 我們這個翻車 我們不是反對 我們不是反對政府現在 鼓勵這個力量 我們是為了我們的安全 安全距離 我們是反對這個風車沒有安全距離 希望我們的政府會得來感動 他們要使用這個風車 要開這個四天前 這個水面會完全都沒有開 他們叫一個里長 你明天知道 叫兩塊都來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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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支我們輸了 我們輸了一支一年四萬幾的肥貴金 騙我們這裡的里面 吃吃的大家這樣說吃飯吃吃什麼 這樣說就做所謂會 這是我們環保組的楊副總隊長 請針對 請針對我們的訴求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回應 好 我剛剛跟現場的同仁了解 就是當天我們帶了GPS的定位儀 還有紅外線的量測儀到現場 那我們的儀器今年才新買的 那整個的誤差是5到10公尺 可是環評承諾書的部分 是說原型半徑內40公尺誤差都算合格 所以我們認為說我們足以執行環評監督的任務 當天 在當天跟媒體記者稍微報告一下 5月22號到我們院裡現場去會刊的時候 為什麼環保署的機器 不如我們財團櫻華衛的機器 卻要去跟財團借他的機器來測量 這是不是環保署 這個作為行政主管機關 沒有做到監督職權的這個部分 連機器連工具都沒有辦法比財團還要精密 這樣子他所做出來的環評書 我們怎麼能夠掌心呢 請這副大隊長稍微回應一下 我剛剛已經講過 我們認為說我們今年新買的儀器 它的誤差只是5到10公尺 那環評承諾是40公尺 我們足以執行 顯然環保署完全沒有執行這個任務的能力 第一個 它用的是5到10公尺精度的東西 錯 儀器沒有5到10公尺 如果它是10公尺的精度 有10公尺精度就不確定的話 那個5公尺就不要提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5公尺有些是不可靠的 那5公尺就是不準的嘛 所以當然是10公尺的精度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副總隊長所說的 它上面可以容許40公分的挪移 副總隊長講這個東西顯然執行任務的能力不足 為什麼 所謂的40公尺的挪移是什麼意思呢 環評書定一個坐標 當這個坐標在圖上寫出來了以後 拿到現場一看 發現它在懸崖上 所以當它在懸崖上的時候 怎麼辦呢 容許它有40公尺的範圍去挪動 並不是它量測精度可以誤差40公尺 這表示環保署對它自己的任務 認知完全是跟著包商走 這是公務員嚴重失職 行政機關不定安全距離 將造成國土破壞 國家資源浪費 地區噪音污染 並且傷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身心健康及生存權益 建請監察委員糾正經濟部 能源局局環保署 所以我們八個月來 先看我們今天第一站來到這裡 就是要叫他們去鎮土 環保署跟能源局 我們大家鄉親說這樣 是不是應該 監察院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嗎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去陳情 配合一旁 有聽說是 安政規範五百公舊 五百公舊 配合一旁 我們這裡沒有義工要來 他要穿去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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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公舊 另外我們邀请 政府和管局局 和我們管理建城府 該回覆 該回覆 這因為 內部 因為在公車的內部 公委員 他的陳委員 他有很多都是興業 很多都是興業 所以說這次 如果有給了我們出民 應該我們管理 公車一項就不會這樣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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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